羊皮最好的时候我们先要去熬一点全料水 然后这就是熬全料水的花椒草果 把芭蕉熬一下,桂皮,香叶 关开之后关系了 这次熬两分钟就可以了 桥料水熬好之后把它倒出来 混滞一下 这个桥料得下一次还可以 然后沾上羊 味精 鸡精 下面我们可以去做油和辣 这个就是做辣椒的香料 首先把香料打成粉 这个是小哥经常打过桥料的 直接倒给桥料 或是我有 一辈子有米 一切已足够 芭蕉熟 我越久才越懂得很珍惜 谢谢你辈子 其实这辈子有你 所以将写给你切片 所以切片 放一点花椒,桂皮,香叶,搅拌一下 然后放入切好的葱姜蒜片 辣椒面里加入香料 现在可以把它捞进去 我要不断学习着 当掌声最响亮的那一刻 然后我这个辣椒粉稍微搅一下 香料搅拥 然后我们去拍辣椒 这次渔温稍微高一点 稍微晾一会再去拍 这样子拍出来辣椒太好吃 刚好这个辣椒湿透即可 现在已经晾得差不多了 咱们这样子去拍 现在已经晾得差不多了 咱们这样子去拍 然后再搅一点芝麻酱 这个是芝麻酱 芝麻酱可以加入水 稍微加一点鸡精 去把它搅开就可以了 这个是芝麻酱 这个是芝麻酱 我越久才越懂得珍惜 谢谢一辈子 谢谢这辈子 有你 高档的凉食了 没有你也挺好 下次香哥 给您做 谢谢 这个是高档 我可以带加入香肠 这些芝麻酱 还好 这里 reason 这些芝麻酱 这个芝麻酱 可以放点芝麻酱 现在加点芝麻酱 加点芝麻酱 沥辣椒水 然后浓水 然后腐水 这个是芝麻酱 倒入芝麻酱 蒜汁 然后加上油和辣 然后咱们浇上这个调料汁 太吃了 咱们现在就做好了 如果说你喜欢响歌的话可以点下关注 有啥不懂的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拜拜 再见 再见